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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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偶像的看对你们的神心 所以不要把你能夺到大马师哥以外 这是耶和华名为万俊之神说的 我们一同低头来为正道和天道祈求圣灵的方式 慈爱的天父 大人的圣灵 我们感谢赞赞你 主啊 求你照见我们心中的引擎 求你使我们看见自己在最终的愁口 求你使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 是如此虚空的虚假的 假冒为善的服事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被你得掌 求你使你仆人的话语来召见我们的罪 求你使你的仆人的口被你大大的告语 使他所出的话 审判我们的罪 又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恩典 主啊 们感谢你 求你来与你的教会同在 奉靠耶稣基督保贿的圣灵 阿们 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安言会传道 正道的题目是 那日江河草草 是阿姆斯区系列正道之八 我们请安言会传道 您会提醒您的庭 您可以提醒您的庭 您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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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9年的时候呢 南斯拉夫的 这个中国的大使网被诈 提起了所有中国人 穷勤肺 那个时候 在北京呢 美国 住在中国的大使馆被包围 当记者采访到那些唯恐使馆的学生呢 发现呢 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近期是去美国留学的学生 那这个把港美的情绪和留美的生活呢 牢动 张力 呼显出来 但在我们基督徒的中间呢 也同样的 有这样的类型 就是 我们是一群天上的 属神的儿女 却又住在了这样的地上 就让我们对于盼望那个日子 和留恋这个日子 形成了一个张力 每一个主日 我们都会祷告说 天上的父 愿你的国降临 但是 我们又常常地陶醉在这地上的大国崛起来 我们也常常地对着圣经 我们说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但我们的心 却悄悄地惧怕主来 因为我们深深地灭亮着这个世界 所以亲爱的朋友姐妹 今天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说什么 想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 有祸了 这是一个颠倒的 防风的一个宣告 因为任何人在常理上都知道 想往主来日子的人是有福的 为什么成为有祸的呢 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地想往他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 将要来到 他将要显示出我们内心的虚假 也显露出上帝一切的真实 他也要彰显出上帝一切的公义 我想 这段经文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服饰呢 我把它叫做假上美的服饰 我们会追求美好的服饰 我们常常会为着很美的服饰而有所向往 我们会对于某一个牧者或某一间教会的服饰 就是充满了这个向往 但是我们却缺乏了一个真实的经验 真、善、美是一个固定的组合 它来自于神、上帝神圣的本性 无论是真 我们追根于上帝 无论是善 我们追根于上帝 无论是美 我们追根于上帝 但是在神所创造的人类 与神所创造的受造物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见什么 真实和美善分裂了 因为我们真实的堕落了 因为我们真实的犯罪了 所以我们的美善就开始虚假 求主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停留在美善却不真实的观景中很多 也许歌声很美 不是真美 也许行为很善 却是伪善 也许人长得很漂亮 却掩藏了很多的罪名 我们在这段经文 特别地描述了以色列人的服饰 是注重着律法和礼仪 还有节期 中国人历来被称为是礼仪之邦 与犹太人有很多相对应相似的地方 中国有24个节期 由于看重日子 中国人常常会掐指一算 而算出哪一天是黄道吉日 中国会追求日子 追求节期 每年过年的时候 每年中秋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这些日子里面 也进入到一套固定的程序当中 讲究非常多 非常多 亲爱的朋友姐妹们 我想 现在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 都不怎么讲究了 但是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需要追溯到一个根源上 追溯到一个历史传承和转变的过程上 礼仪之邦的问题是什么 礼仪之邦就是太多的虚表 礼仪之邦 礼仪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教会同样是注重看重圣理的 礼仪有什么问题呢 礼仪 它归足于真道 与真道联合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一切脱离真实的礼仪 脱离真道的礼仪 将要考虑人的做作而多于神的悦呢 亲爱的朋友姐妹们 你看到现代的社会 大家慢慢脱离了传统 不怎么看重传统的一些节日 不过大家开始现在制造了很多新的节日 比如说七夕也成为情人节 比如说十一月十一号会成为观光节 比如说四月一号成为愚人节 你会看到这一切的节日 越来越变成了一个自我中心的节日 每个日子都成为我的日子 成为一个狂欢节的表达 我小时候常常很羡慕 如果天天过年就好了 我觉得现代社会就是追究天天过年 现代社会就是随便哪一个日子 五二零就是我爱您 所以随便哪一个日子都成为 都能够成为促销的日子 成为商业的日子 成为甩卖的日子 亲爱的朋友姐妹 这一切自我作乐的日子 都是把自我当作中心 都是把自我当作主宰 而取代耶和华的日子 为此上帝说 你们又获了 你们向往这些快乐的日子 但那日子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如果我们的快乐是自己的快乐 如果我们不是以耶和华为乐 我们无缝于祂的快乐 我们将承受祂的愤怒和黑暗 幽民地承怕 我们是指讲日子和礼仪吗 不是 亲爱的朋友姐妹 还有更严肃的问题 中国人看重礼仪 以色列也看重礼仪 中国人的日子和以色列人的日子 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会形成所谓的礼仪之争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耶稣为了宣教是 在中国传教的时候 发生了礼仪之争 天主教和在中国去宣教的过程当中 由于拒绝 由于忠孔祭祖的问题上 因此被康熙皇帝赶出了中国 这个被称作礼仪之争 又叫做文化冲突 所以今天中国人不信服役的时候 说你们基督教是做文化侵略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礼仪之争它的本质上不是礼仪之争 他的本质上是上帝之争 礼仪之争本质上是说 我们所敬拜的到底是谁 礼仪之争本质上是说 我们敬拜的是我们的祖宗 还是我们的皇帝 还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上帝 那位救赎我们的上帝 礼仪之争根本的问题是说 我们的归属是民间的尊法社团 还是上帝的与圣徒同国 各位亲爱的姐妹 那你看到这段经文里面 以色列人有没有正确的礼仪呢 他们有 以色列人有正确的礼仪 以色列人也有唐情的响声 以色列人也有严肃会 也有节情 都是比中国的一切的结极更正确 那或者说今天的教会 我们把西方教会的敬拜的礼仪引进来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保障了 我们对上帝敬拜的从政性和政府性呢 各位不 看到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你所敬拜的是谁 上帝在责为什么呢 上帝责责说 你们程序不对 你们方法不对 不是 上帝责责说 你们敬拜的对象就是错的 在二十五节这么说 以色列家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岂是将祭物和贡物献给我呢 然后说 你们抬着 你们抬着 为自己所造之 摩洛的帐木 和偶像的康 并你们的神心 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 你知道 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在旷野当中抬着什么呀 抬着鱼贵 抬着鱼贵 他们明明抬着鱼贵 他的程序是正确的 他的礼仪 他的县级都是正确的 他那里写的房级 宿级 庭安级 都是正确的 但是 上帝说 任何人 他内心的偶像如果还在 他外在的敬拜就是错的 任何人 在他内心的偶像还没有打碎 他外在一切正确的敬拜 都算为佗 都不被越南 今天我们的敬拜是正确的吗 我们的敬拜是门神越南的吗 唐神哥说 不让我和有点恐惧 有点恐惧 也许在这里谈到了唐琴的声音 还有歌唱的声音的时候 我否认了我们士官的崇拜 而我就是带士官的 而我就是带士官的 亲爱朋友姐妹们 如果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 真的不会 不被悦纳的话 那让我很恐惧 但是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之所以被悦纳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被悦纳 我们之所以被悦纳 是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 我们之所以被悦纳 是因为他身上的高天 坐在了父的右边 我们之所以被悦纳 是因为神的儿子 是我们的中宝 是我们的大宝 我们之所以被悦纳 不是我们今天唱的都不准确 我们讲的都不准确 我们之所以被悦纳 不是在这里的人 内心当中没有偶像 因为我们的里面 有很多的偶像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悦纳的宝藏 就是那一位 在腹右边的中宝 他到现在 还在那里 为我们全然的当宝 阿们 在那里 上帝责备以色列人说 我厌恶你们的崛起 不喜悦你们的严肃 后面接着说到那句话 他说 所以我要把你们 什么 卤到大马斯德以外 让我读到这里很吃惊 我说 他们被卤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 没有很好的军事 打不过人家 他们被卤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 没有这个很好的治理模式 没有我们长老会的治理 不是 不是 他们被卤的原因 是他们的敬拜 不蒙运 因为神不怨纳他的敬拜 因为神不怨纳他的严肃 所以神说 我要把你们录到大马斯德以外 这是一个敬拜上的失败 这是一个服事上的失败 对于我们服事的人来说 对于我们敬拜的人来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有蒙悦纳的服事 蒙悦纳的敬拜 是最重要的 或者这样说 以色列人啊 他们被卤到外方 原因是他们被上帝 惩戒了 停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求助怜悯我们 也许我们都是服事上失败的 当我从山西来到成都的时候 我的层面上我感觉到我的服事很失败 所以我将要在开始直躺的时候 心中会有恐惧的反应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耶稣的服事成功 我们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在天父右边的中宝 他的服事是被上帝悦纳的 就是他死了 他也要复活 所以在他里面 就算我们死得很长 一样要复活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基督也是被掳到大马色以外的人 耶稣基督也是被掳到死地的人 耶稣基督他是被降到樱江的人 但是他却从樱江的里归回 我们一切的失败他都当着 他当代着 他承担着在他的苦难里面 在他被掳之地 他一直到他归回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是以色列的那一个部门悦纳的服事 重新的被上帝悦纳 让我们回到主面前 回到上帝的真实面前 因为这一段经文的目 就是要把一切美善的服事 一切让人羡慕的服事 回归到真实的面前 为了让我们回归到真实面前 神用他的话语 告诉我们很可怕的事情 他说想往耶和华日整个 有获了 甚至他在下面描述了 多处描述了 这一个很可怕的场景 他说到什么呢 除了被掳到外方 他还说到什么呢 让我稍微的和前面和后面 结合一下 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面对的是 怎样的可怕的灾难 在第三章 第九节到第十一点 我来读听 要在亚史图的宫殿中 和埃及利的宫殿里传扬说 你们要聚集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就看见城中有何的大的扰乱 于欺压的事 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的 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 不知道行政治的事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敌人必来围攻这地 使你们的势力衰尾 抢夺义得家战 第二章经文 如的是四章九到十二章 四章九到十二章 我以汉风梅兰攻击你们 你们园中许多菜树 葡萄树 乌花朵树 橄榄树 都被剪虫所持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 像在埃及一样 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 使你们的麻品被掳掠 因中尸首的臭气扑鼻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三章经文 是六章九到十九 说到臭气扑鼻的时候 在这里更加有一个描述 那十 若在一房之内 剩下十个人 也都要死 此人的活书 就是烧他施舍的 要将这施舍 搬到房外 我们房屋内间的人 那里还有人没有 他们说没有 又说不要做事 因为我们不可提 耶和华的命 我不知道 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呈现出什么画面 如果你看过 西特勒屠萨犹太人的记录片 如果你看过那些冯尸鲁里面的尸体 那些用着唱车去唱这个退调的尸体 如果你看过这些纪录片 不管是苏蓝 这个红色的高免苏联的这些 这些纪录片 如果你经历过文革 经历过这个三年的大计划 也许这些场面 这些图景 会让你看到是一个可怕的场面 也许你开始的时候 说这是人祸 天灾也好 人祸也罚 在圣经 他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 也许你会在这里说 述诸于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 然而 在先知书里面都会说 上帝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这很可怕 我知道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让人很难过 我也知道 讲出这些场景来以后 人会把眼睛闭上 如果电视上跳出这些 这些镜头和螢幕来 人会把它换到其他的频道上 但是 请容许我说 一个可怕的场面 一个足够可怕的场景 才能够唤醒我们足够的真实 如果 你看电影的时候 一般悲剧 比喜剧 能够让人觉醒真实 往朝上的家 比艳乐的家 能够让人觉醒真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世界要有悲哀 为什么上帝要让世界有苦难 为什么苦难就够了 还要那么长 那个场景还要把它去呈现出来 我看到有一个行为艺术的作品 有一个强拆的农民去访对政府强拆的过程当中 被施工队被开发商直接拿车本压进去 然后农民的身体就压在土堆里面 有人就把照片作为行为艺术去摘了 为什么 我们已经够长 我们已经够囊 我们已经够苦 我们已经够伤害了 但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展览出来 展览出来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可怕的场景 才能够让我们回到真实 美善的常常让我们走下去 一个在一个堕落的世代当中 美善和真实封裂了 可怕才和真实编在一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和华的日子是真实的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那日子黑暗的 那日子是像火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 充满了悲哀 烫息 咒诅和奋怒 这世界的罪恶是真实的 所以那日子的审判也是真实的 我特别的吸引他用 经文当中这个描述 他说那日 警方好像什么 人躲避 狮子 有遇到什么 熊 然后说 哎呦我这个够糟糕了 赶快跑到房间里面 刚到房间里面 一手套墙 就被什么 死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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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这个 又让你惧怕 又让你感觉到 可悲 有点想笑 又不敢笑 现在丢结了 为什么 其实 在阿摩斯书 狮子这个比喻是常常出现的 狮子这个比喻呢 尤其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过 耶和华向狮子吼叫 狮子吼叫 谁不惧怕呢 主耶和华发命 谁不说预言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你在躲避狮 为什么会遇到灾难 为什么上帝让你遇到灾难 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个世界受到审判 为什么这些可怕的场景会发生 因为你在躲避狮子 你在躲避耶和华 我们躲避狮子 就遇到羞 你一直看到狮子的时候 最重要的还不是说 狮子会吃人 最可怕的时候 是那一个面对面的时候 对吧 如果那个狮子的脸 在你的脸的对面 鼻子里去看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躲避这个时候 什么叫真实 真实 真实就是面对面 真实就是与上帝面对面 如果你躲过了死者 你就会遇到熊 如果你躲过了熊 你就会遇到那条神 如果我们躲避耶和华的面 奥古斯丁说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 如果我躲避了慈爱的你 我最终将走向了愤怒的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躲避上帝吗 我们像亚当一样的 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 就藏起来 各位弟兄姐妹 看到吗 整个阿摩斯书 都是在呼吁我们一件事 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 请大家留意 在第四章的第十二节 当上帝讲完了 这一切的审判 一切的咒诅的时候 上帝说 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啊 我既这样行 请注意 你当预备着吗 迎见你的神 我们预备迎见你的神 我们之所以要面对灾难 是因为我们躲避上帝 我们何必 我们何必要在灾难当中 被逼着去面对上帝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今天要呼吁我们 主今天要呼召我们 我们何必等到 哪个审判来的时候 才面对上帝呢 我们何必等到 他驾勇降临的时候 地上的望族的因他哀哭 因为谁也避不开那个日子 我们何必躲避呢 也许今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也许今天不来教会是因为躲避 来到教会还要躲避 总之我们每一次 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都有躲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与神面对面吧 让我们带着渴怒的心 因为他已经用恩典向我们允许 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里 在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咒诅和愤怒里 我们可以庞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但是我常常在想一个事情 灾难的确实让我们会躲避 我们都是一穷躲避灾难的人 所以我们逃向了上帝 上帝是我们的逃成 我们都是一穷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受过伤的人 我们都是一穷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某一些挫折或者伤害而觉醒的证实 才来到上帝面前的人 所以上帝是我们的逃成 他是我们的避难 有人就说宗教是可怜人的拐杖 宗教就是一穷逃避世界苦难而来到 来到教会的人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也不对 也不对 我觉得这个话里面的意义是多重的 也是深刻的 第一个就是说 的确我们信耶稣 当我们遇到了这个世界上一切罪恶与苦难 还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黑暗 我们逃到上帝这里 这是正确的 这是应该的 这是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发出来的呼声 但是 第二个 让我也告诉大家一个 让我们当心的事情 就是大家逃避的地方 不是逃避的那个地方叫做宗教 大家逃避的那个地方 不是上帝 大家逃避的那个地方叫做宗教 却不是到上帝里面 可能有人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有人说你藏的时候藏在哪里最好呢 也许你就藏在上帝旁边的那个宗教那个地方 也许就是更好的躲避上帝 也许我们今天藏在了我们的祷告里 藏在了我们的礼拜里 藏在了我们的聚会里 藏在了我们的热心服事里 却没有面对上帝 我们仍然没有让我们的心和上帝面对 我们借着我们的宗教 借着我们的服事来得安息 而不是借着上帝得安息 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安息 我们借着我们的功德 我们借着我们的行为来得安息 而不是借着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救助得安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让我今天说 让我今天必须回到有人对宗教的批判里面来面对 有人说宗教里面的犯罪可能是更大的 原因是宗教具有更多的自我决定 而且是以上帝的决对来支撑了自我的决定 也就是说以上帝的名誉去做犯罪的事情 各位你知道吗 这是多么危险的一条路 就是我们离宗教越近 就离上帝越远 因为那些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宗教家 那些喊着要呼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人都是宗教家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救我们 求主让我们脱离这一切 看起来是在上帝附近 却不是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宗教 我说这一个 并不是说大家不要来教会了 因为有很多的人批判教会说 我们要做一个文化基督徒 只要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就可以了 在家里敬拜成活的教会也一样 不是这样 我们不会同意这么做 我们仍然是告诉大家 教会是 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共同体 是上帝面前圣土同伯的这一个穷体 我们这样说 也不是像中国在1920年代 用非基督教运动 以政治来批判宗教 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 或者基督教是境外势力 直到今天 人们仍然在以1920年 非基督教运动的这些枪调来批判教会 那这样讲政府 如果我们这是合理的 我们就成为精神鸦片 亲爱的各位姐妹 让我对着这种批判 回答了一句 就是这些批判基督教的人 从来没有面对一件事 你需要回答 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 不管你怎么讲 你需要回答 你需要回答 上帝的审判临到你 你怎么与他面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让我们来讲 我们的罪上帝是真的 我们的罪也是真的 我们所受的审判也是真的 实际上很多批判者 站在政治的角度批判宗教 站在人文的角度批判宗教 他们批判的句点是错误的 因为 我有真神能够批判假神 我有真信仰能够批判假信仰 我有真宗教能够批判假宗教 一个无神弄的无神弄者批判宗教 甚至管理宗教是无忌之他 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讲这些的时候 常常会让人家说 你们教会在批评政府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 任何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批判上帝 这是搞错了 任何在以人为本 以人群为本 以人的精英阶层 组合了任何的政治框架 来批判上帝 是搞错了 我们批评的不是政府 我们批评的是一种伪宗教 因为他把自己当作了 审判上帝的审判 而他却自己不愿意面对上帝的审判 而他必须要回到上帝的审判之下 伪宗教啊 伪宗教得救的是何等的难啊 异教徒得救是何等的难啊 信主和背道奏异端 得救是何等的难啊 不相信上帝却假冒有宗教 假冒有信仰 得救是何等的难啊 落头穿过针的眼 比他们的得救还容易呢 以色列啊 你当预备迎见神 世上的妄国啊 妄明啊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预备面对那个黑暗的日子和可怕的审判 预备在和上帝面对面的时刻 除非我们面对十字架 除非我们面对基督 除非我们面对福音 除非我们面对神的儿子 为我们受苦的 拯救的福音 否则 我们无法逃避那将来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 末世的日子 是我们的福音 人子的降临 是我们的盼望 讲到真实和美善 如果这两个能够相遇的话 如果真实和美善的相遇的话 那就是一个福音 让我接下来的话题转到 圣灵和公义的相遇 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 唯愿公平如大水拱拱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其实从这个经文上 你就可以看到 一个充满了圣灵的活水泉源 所以圣灵和公义要相遇 要相交 要相互验证 在诗篇85篇第10节 那里说 执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亲爱的朋友姐妹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圣灵和公义 是一个验证的关系 是一个见证的关系 我们借用以赛亚书的32章15节到18节 来解读这一段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 旷野就变为肥田 肥田盼如树林 那是公平要居在旷野 公义要居在肥田 公义的果孝必是平安 公义的孝宴必是平稳 直到永远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平静的安歇所 这段经文把一个非常美好的图景 把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呈现出来 圣灵从上头浇灌了 整个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呼吸 旷野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然后呢 公平住在旷野 公义住在肥田 然后呢 公义带来了平安 带来了平安 真正的公义 不只是外在上的治理 你怎么样让一个世界变成公义 一个最直接的逻辑上讲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民中 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王 这是在几千年来的中国的 这个公主制度下的一个盼望 这个影子到现在仍然还在 而这个影子去追溯到它的宗教因素的话 你会看见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对那一位最终的万王之王的盼望 从外表的现象来看 我们希望一个好的君王 能够把我们治理的井井有条 当然 好的君王还需要好的百姓 对吧 我看到有一次这个朋友圈的弟兄姐妹发的那个照片 就是外面的小黄车都倒在那里 外面的小黄车都倒在那里 弟兄姐妹就评价说 这一届人民不行 这不是这一届政府不行 这一届人民不行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说 有一个政府的更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作为百姓 我们都需要被更新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每个罪人的不义都组合了一个不义的社会 构成了一个不义的属灵版图 不义的属灵地板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你知道人和人心里面会感应着 人的心里面就互相感应邪恶的事情 通过电影 通过传媒 通过广告 我们不断地互相在感应着邪恶的事情 罪恶的事情和不义的事情 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感应邪恶的能力那么强 我们感应上天的能力那么弱 变成了属灵的瞎眼的人 听是听见的却不孝 看是看见的却不明白 你以为只要一个政治结构的改变 能够让世界公益如江河滔滔吗 不 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更新 我们需要一个圣灵的教官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个个丑恶的灵魂 已变成了妖魔鬼怪 组合了一个阴生生的世界 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大觉醒 求主赐给我们圣灵的浇灌 求主让福音在中国能够通行 求主让大面积的罪人悔改归正 求主借着福音借着基督 借着圣灵带来真实的公益和公平 我们要仰望的是那一个从天佩然降下来的 如雨如甘露一样的属灵恩典 否则没有什么公益公平 因为公益和公平是如此的枯竭 公益和公平是如此的干涸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一切的公益公平 一切的平安喜乐 都不过是圣灵浇灌的外写和验证 或者说是见证 而我们说 唯愿公益如大水滔滔 公平如江河滔滔 1989年六四的时候 丁瓜信组织精灵神学院 曾经举起来一面旗帜去游行 就是唯愿公益如大水滔滔 公平如江河滔滔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难道我们的意思是说宗教没用 只要讲社会 难道我们的意思是在讲 宗教没什么福音没什么 只要社会公益 难道我们是在讲 只要社会公益的社会主义吗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和统脏不明是一个思想 任何否认上帝 否认基督的根基上 建立起来一切的公益都是不义的 任何否认上帝 不承认上帝 不敬畏上帝的基础之下 建立起来的任何公益都是罪恶 因为公益的开端就是以上帝为义 公益的开端就是承认上帝是公益的 因此也承认我们是福音的 公益的开端就是神是义的 他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益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亲政 然后又在我们认罪的时候 遇见了福音 在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里面被赦免 被称义 福音就是最基本的公益 福音就是最高的公益 这世界有福音才有公益 因为有福音 福音的人才承认他是福音的 因为有福音 义人才甘心承受福音的代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十字架就是这世界公益的起点 神的义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追求 文士的义和法利塞人的义 因为我们今天宣讲的是上帝的义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每一次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度降临 就是在祷告 愿你的公益充满这个世界 公益 如江河滔滔 公平如大水滔滔 这不是无奈的 唯愿 希望吗 好吧 盼望有一天吧 希望有这么一天吧 不 这是一个福音的应许 这是一个应许 这是一个必然 在基督里必然的结果 这是一个长久而深远 全面的一个社群性的公益 将要从天上浇灌下来 因为在天上已经公益滔滔 他的旨意在天上已经用行起来 那旨意将要浇灌在这个地上 浇灌这个时代的苦干和无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希望有真实的信仰 我们也希望自己不要假冒有伤 虽然我们不自觉地会在假冒里面 但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叫真实 真实就是面对真理的结果 真实就是圣灵更新的结果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 在福音里 慈爱和诚实就会和好 公益和平安就会相亲 公益和圣灵就会相连 真实和美善也就恢复复合黄原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等候主的日子 向往主的日子 盼望主的日子 那个日子 我们会看见公益要从天而降 那个时候 真实是滔滔不绝的而来 美善也是滔滔不绝的而来 公益和公平平安和喜乐也是滔滔不绝而来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全力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这两周呢 特别的被大家上街的传福音的视频所激励 这个 昨天我看到神学院的同学们也去 在街头上舞蹈 唐帅的说 我把它转给其他的朋友们去看 转给我的亲戚朋友们看 他们并没有回音 唐帅的说 从街头上传福音以后 街上听了 然后就来到这点教会 也许今天来到这里好像没有 港帅的说 从这些果效上也许看不见事 但是亲爱的友妹们 为什么那种视频会激励我呢 因为我看见了那个人 我看见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将要充满全力 充满在公平的空间里面 充满在穷体的歌声里面 大家都在一起传说讲动上帝的作为 从自大的最小的到自大的 不需要人家互相的告诉他 以开人事主 基督徒的从在 教会的从在 就是一个预言 就是一个应许 就是一个末世的显现 这是一个周末性荣耀的彰显 街头顾道预演了未来 将来我们不知道是多长时间 在成都的街头上 在其他城市的街头上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将要充满 上帝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我们被抓的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在唐诺 就好像五一二到六四 有很多人在唐诺 将来有很多人在唐诺上帝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迎见神吧 迎见他的神 迎见他死而复活的福音和十字架 也就迎见满日子 滔滔的工艺和活水的江湖 我们一起祝福祂 主啊 感谢你是那一位真实又美善的主 阿先生 你是那一位公义 公平的主 而且你的圣灵将要浇灌 在基督里面 你把圣灵赐给我们 在你的福音里 在你儿子的十字架的救恩里面 你把圣灵赐给我们 祈求你 主啊 让我们在每一次的聚集当中 祈求你的灵就感动我们 再更新我们 使我们内心当中被方转 是我们 主啊 决心我们的罪 决心我们不是公义的人 以至于我们仰望上帝的公义 亲爱的主 你公义到一个地步 审判这个世界 你公义到一个地步 救赎这个世界 你公义到一个地步 你将审判过在你儿子的身上 你公义到一个地步 你让罪人的罪归在那义人的身上 将义人的义归在这些罪人的身上 亲爱的主啊 我愿这公义如江河滔滔 我愿这公义走遍的大街小巷 我愿这公义能够 能够充满全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求你赐福给我们 求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祷告封主耶稣基督 得胜利能处 阿们